西游记第31回 猪八戒一级猴王 孙行者 志祥妖怪 这猪八戒打妖怪的本事是不强 嘴皮子倒是滑溜得很 他看孙悟空没有下山就师父的意思 就于是来了个激将法 瞎编乱造的说 黄泡怪曾经辱骂过孙悟空 这下子孙悟空就真生气了 立刻就跟猪八戒来到波月洞捉拿妖怪 孙悟空先让猪八戒杀和尚 摔死了黄泡怪的俩儿子 用来激怒他 紧接着又变成了百花修的模样 让黄泡怪把含在嘴里的 舍利子玲珑内丹给吐了出来 看到黄泡怪失去了舍利子的保护 孙悟空立即现出原形 变成三头六臂的孙悟空 将这波月洞中的妖怪全部杀掉 一个不留 最后呢 则开始与黄泡怪做一对一的较量 本来黄泡怪的能力是挺强 不过失去了舍利子 就不是孙悟空的对手了 五六十个回合下来 他只能逃之夭夭 孙悟空找不到妖怪 只能来到天庭查看这妖怪的身世 希望可以找到一些线索 没想到居然发现这黄泡怪 其实是天宫之中的葵木狼 而百花修则是披香店侍香的玉女 两人心生爱意 就偷偷私奔到房间来了 这玉女很顺利 投胎做了位公主 可这奎木狼却投胎变成了妖怪 也就是黄桃怪 既然是上天的星宿 那就更好说了 玉帝下令召唤奎木狼上天 奎木狼只能乖乖的回天庭受罚了 孙悟空这才回到宝像国 来找自己的师父 而现在的唐僧还是老虎的形状呢 孙悟空见了唐僧 可是生气得很 嘴里叮咛当当的责备了半天 才解掉了唐僧身上的虎气 让他变回了人形 师徒二人也重归于好了 其实从第27回孙悟空离开队伍 到这一回孙悟空上演大胜归来 文章清楚的体现 没有孙悟空取经的队伍是寸步难行 但同时也说明了另外一个道理 就是如果不加入取经的队伍 孙悟空就一直只是个妖怪而已 这取经的过程 其实就是把妖精淬炼成神仙的一个过程 所以师徒四人必须要守住心缘一马 让内心的性情和谐 调和好五行 才能达到最终的目的地 你看这其实还是个修行的故事 话说孙悟空归队 师徒四人继续骑行 接下来又会发生啥幺蛾子呢 咱们下回分解 期待 还可能会发生啥幺蛾子呢 感谢观看